大家好,今天下午我们讲一下这个 特拉普总统4月23号 11点59分开始的一个60天的移民 禁令 移民禁令 重点的影响是 4月23号晚上12点之前 这个还没有来到美国的 这个计划持移民签证来美国的人士 会受到限制 这会受到限制 目前呢,对如果已经 如果目前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申请人 没有任何影响 你转身份啊 从这个140转485啊等等都没影响 另外呢,就是如果目前在美国境内 申请调整身份的人也没影响 这个这个 如果你人已经在美国啊 如果人已经在美国以后呢 应该没关系 没关系 有公民的配偶和这个子女啊 未成年的子女也没有影响 然后呢,HRB学生签证也没影响啊 这次这个工作签证 HRB呢,是这个在公司里面工作的签证 他第一次拿三年 然后呢,三年满了以后还可以继续拿三年 六年时间 这个,这次规定不能入境的主要是有下面几个类别的人士 这个不能入境的 第一呢,是这个禁令签署时在美国境外的移民申请 就是说你现在啊 你这个在在这个签发这个禁令的时候 你还在外国 那你这个 本来要去登陆 本来要快马上登陆 但是现在不能登陆 不能登陆 是一个很 再一个呢,是在禁令签署后 没有持移民签证的申请 还没拿到绿卡 正在申请绿卡 一把子人呢 人在国外的话,这六十天是进不来的 第三种人在禁令签署以后 没有出了签这个签证外的允许其进入美国的旅行文件 比如说这个回美证啊 这些呢 这个 除了 没有出了签证外的允许其进入美国的旅行文件 这句话听起来很难理解啊 这个回美证等等 这个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啊 禁令不适应以下的人士啊 下面这些人呢 不会受影响 第一呢 已经拿到绿卡 看,你已经拿到绿卡以后呢 应该没什么影响 啊 这次有特殊的规定 在任何医疗方面的 有医疗方面的 护士啊 医生啊 医疗研究工作者啊 对这个 新冠肺炎做研究这些人啊 以及他们的配偶和未 未满21岁的这个子女 这一次呢 不受这个影响啊 这次我们现在 欢迎啊 各个国家的这个医生护士 特别是有经验的 这个 对于冠性这个 新冠这个 肺炎有 有研究经验的 或者有治疗经验的这些 特别是 快开绿灯啊 这次特别 特别特别方便 而EB5的签证呢 EB5投资移民 这个不受影响啊 这个投资移民 这个人家是这个 主要是以投资为目标的啊 这是主要很大的一个目标 这次呢 是想不想让外国人来抢中 抢美国人的饭碗 这个 虽然说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 这个 工作都要靠 这个 外国人啊 你比如说我们高科技里啊 这个 微软 马克绍夫 他们有很多印度来的啊 很多的高官啊 这个马工啊 那么多事物从外国来的 这些人呢 这个特别重要 特别是种地的啊 很多人是从 南美洲过来的 墨西哥啊 沙瓦多啊 奥瓜 奥瓜 这些国家的 这些 这些不 这个目前 不受任何影响的啊 因为 没有这些人的话 这个美国社会呢 是 没办法用转的 没办法用转的 这个 这个 所以 一比五呢 是不受影响 所以美国的公民和配偶 不受影响 啊 美国啊 公民未满21岁的 这个非美国籍的子女 OK 啊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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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外国人对美国 中央法案有利的人士 比如说这个 需要 啊 美国国 国务情 国土安全部部长 或者其他 部门授权以后呢 啊 这些特别是 警察 保卫人员啊 这个也是欢迎的 并且被 从检察长和其他人授权推荐的人 也不受这个影响啊 不受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 很多人实际上是不受影响 那 美国部队 美国军人 军人的配偶啊 这个也不受影响 而后呢 SR签证 和SQ签证 啊 申请人 提起配偶和子女 啊 郭文勤回酌情考虑 OK 啊 美国政府需要的人士 啊 就是不需要这个 不受限 这里 特别是那个 像一些专家啊 医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啊 等等 啊 这一次呢 禁令呢 是60天啊 60天的时间 但是呢 据他们所说 大概50天买了以后呢 要重新评估一下 要不要去延期 好吗 要不要再延迟一下 嗯 啊 生效30天内 劳工部长和国同安全部长和国务情会协商审查 对移民的项目 并向总统推荐啊 其他十大的措施和刺激国际 美国经济的一些措施 并确保美国工人能够优先工作 受到雇佣啊 这个 这个外国这个 这个工作人员 对美国这个就业 冲击也是很大 因为经济好的情况下呢 美国人是不愿意去做种地啊 他们不愿意去做餐厅啊 一些劳动密集性的工作 他们实际上是不愿意的 所以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种地 很多都是墨西哥人啊 墨西哥 南美洲来的 美国人让他去在地里面干活 他不愿意 所以这个东西离不开啊 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非法移民 没有这个外国人的话 美国这个经济也是 是这个 坚持了不 坚持不了多少啊 啊 F1签证呢 也不受影 H1B 不受影响的 B1B2签证一样不受影响 这个是非移民签证啊 非移民签证不受影响 你说你拿的一个B1B2签证 这个你想来 这个不受影响啊 继续 这是目前 美国整个把大门关掉了啊 刚开始呢 是以 啊 中国 伊朗 还有这些国家为主 后来人把欧洲加进 欧洲也不 现在也不让来 欧洲也不让来 现在基本上 弄来弄去以后呢 很多这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进了 啊 这个 这个生肖这个有限期呢 是60天 呃 大概50天左右的时候呢 他要做一次评估 要不要继续啊 要不要继续啊 啊 这次影响比较大的呢 有E E E E2 E3 EW3 这种职业移民啊 受限制比较大 看E1 E2 和E3 这是小的投资啊 投资签证 啊 投资个20万啊 啊 30万啊 找一个小生意 这种受的影响比较大 啊 家庭团聚类的话 这个F2A F2B 这种啊 会受到一些影响 OK 呃 原来他的英文呢 是这个 additional measurement with 30 days of effected of this proclamation proclamation the sector of labor and the secretary of homeless accur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他们会 可能做一些调整 他们会做一些实大的调整 所以这个 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啊 对我们来说 影响一点都不大 啊 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 自由主义的这个国家 啊 特别是呢 这个在过去很多年 没有移民的话 啊 这个痛不难行 基本上 所以啊 这个这一次呢 啊 这个这个这个政策的改变呢 这个 也很多人不愿意啊 很多 特别是这个 移民律师协会啊 等等 他们接触抗议 没有 啊 啊 百分之十七的美国的医生护士都是外观 外观 你要把这个东西限制以后呢 现在整个 紐约地区的这个医护人员都非常非常的缺少 你要把这个百分之十七砍掉以后呢 那对美国经济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这一次呢 啊 关于这个医生护士的情况来说 没有啊 任何限制啊 马医药可以来 马医药可以来 啊 所以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目前啊 美国呢 很大程度的移民服务 已经处于停止状态 你想吧 大使馆基本上都不上班了 好吗 大使馆就就 跟跟我们打电话都不接不通了 好吗 啊 今年这个有一系列的这个 限制移民的一些政策啊 比如说212号特拉普对中国发布旅行禁令 禁止过去14天曾经前往中国的所有非美国居民入境啊 只要你是去过中国超过这个去过超过14天的 OK 啊 禁止过去14天曾前往中国的所有非居民啊 不不让他们入境啊 后来呢 美国的也驻中国的这个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领馆 这个签证 以前这个与我好的这个签证已经取消了 好吗 已经取消了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那3月13号呢 那旅行禁令国家清单从中国伊朗一直扩大到很多欧洲的深耕国家 好吗 然后3月18号又出一个新政策 美国国务卿 国务院取消了其在海外办事处以大多数常规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任命 好吗 3月18号开始 和中国的这几个这个签 美国的领馆和这个签证处呢基本上都停下了 实际上已经终止了进入美国的几乎所有类型的旅行 基本上现在没什么戏 国务院还停止了难民安置的这个所有程序 以前难民都可以了 现在难民也取消了 难民也取消了 4月10号的时候呢 特拉普又签署了命令 针对那些拒绝和拖延本国公民离开美国的国家 进行的一些政策 OK 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在美国 然后呢这个中国政府一直迟迟地不接他们回国 所以呢4月10号呢 对这些国家做了一些这个这个限制制裁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新冠肺炎的冲击呢 造成美国目前有2200万人失业 目前美国国情非常的严峻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 乔治亚州已经开始慢慢地在复工了 这种呢很危险 已经有不少的人上街抗议这个居家令 要求恢复经济 开始工作 OK 所以呢这个特拉普总统的这个这个禁令呢 这个有有好处也有不好处 很多人这个支持很多人不支持 真正你说这个这个抢范范的情况是有的 对是有的肯定是有的嘛 这个这个毕竟人多了以后呢 会美国的这个实际上你看那些办劳工移民的啊 打广告找老外 基本上上都是假的东西 都是 嗯 找个理由把人家拒绝以后呢 找中国 这种实际上是不对的 嗯 嗯 所以啊 这个哪些对有影响哪些没有影响 那我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30天之内呢 我们做评估啊 50天来决定要不要继续啊 这个 啊继续这个增加这个 这个新移民的到达 啊 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通过了一个这个叫做 Brasher Program 接受了170万 或是1000万 10万 17万 多名持有利卡的墨西哥移民和 2000 啊 22万这个 临时的农业用工从国外 来调过来以后弥补中美国的这个 农业这个人口的这个短缺啊 现在 前前几年大家还知不知道 前几年 你要是农民啊 你要是种地 拜签证的时候 拜六卡的时候 他有特别的政策了 有特别的政策 所以啊 这个 这个 对于这些 啊 劳毒密集型的 农业的 种菜的这些 东西 这些公众 每个人基本上不愿意去干 不要干怎么办呢 真是靠老毛来干 真是靠老毛来干 所以啊 这个 情况呢 啊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影响比较大的 所以对我们已经有美国公民和内抗 其实影响不大 或者你人已经到了美国 你想调整身份 在继续啊 这个 从事140转185啊 或者是这个 转身份 都不影响 影响的呢 就是啊 人在国外 目前想继续来 来美国的这个呢 是应该是受到影响 已经有了绿卡以后 你想回来 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 就这次针对的主要是那些 正在申请绿卡 马上要拿到的 啊 一般来说 我们去广州领事馆面试以后呢 要求呢 60天要登陆 像这种的话 可能会受到影响 没有登陆的 啊 这包子 这个持移民签证的 啊 朋友 会受到一些影响啊 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呢 关于这个 学生啊 HRB啊 这个公民的配偶啊 子女等等这些都一点都不受影响啊 4月23号 晚上12点钟开始起啊 生效 所以说 现在这个国际航班 基本上没什么人 移民政策这样整一下以后呢 航空公司受不了了 航空公司 叫苦连天的 所以啊 如果你还有这个朋友移民 那今天呢 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60天的禁令 主要针对哪些人啊 像来旅游的 一样的可以啊 只是在想申请绿卡的 会受到一些影响啊 会一些影响 好了 我们今天就啊 这个讲这么多啊 看下来以后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移民方面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亲戚移民啊 有没有亲戚 所以保父母办律卡 保父母办律卡 保父母办律卡的话 其实这个60天会 会会会会 会受到影响啊 会受到影响 保兄弟姐妹办律卡的呀 保父母办律卡的呀等等 啊 这个60天是来不了的 基本上来不了 所以这个 如果有这样情况的话 提前做一些安排啊 做一些安排 你看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明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政策 叫做 叫做Employee Retention Tax Credit 就是很好 如果你把你的员工保留下来的话 继续给他发工资 可以拿到 一个人可以拿到5000美金的补贴 好吗 这个很厉害的 像我们三四十个 维卡我们就三四十个 那很厉害的啊 叫做Employee Retention Tax Credit 明天我会讲这个东西 啊 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我没问题 我们今天就到这啊 今天短一点 短一点 这个大家早一点休息 明天 PP 会 一个 这个Sky Rocking 明天做PPP的人会 一窝风的去 去申请 所以大家 那晚上把这个材料准备一下 明天啊 给我们把资料发过来 马上把你申请PPP 有人说啊 新出来的三千一百 三千一百亿啊 可能两天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动作要非常快才可以 好吗 就想到大家把世界花的这个 这个 这个PPP的这个资料准备方 好吗 OK 我们明天见 Aless 你需要什么呀 你需要什么 那给Ada说了 她在帮你做吧 她在帮你做 我们下来可以再聊一聊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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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